大家好,我是强文俊 这期我们来复刻 商用版的日本鸡白汤拉面 之前的话在上海吃过一次这种鸡白汤拉面 觉得味道并不比豚骨汤底的差 首先我们准备一些从菜市场购买的 鸡架和猪棒骨 可以泡一个小时的水量和倒掉 那鸡架的话一定要去除所有的内脏 把猪叉烧捆绑起来 和鸡架猪骨背质和鸡爪一起放到汤锅当中撇去浮沫 炖两年五个小时之后 把叉烧肉捞出来 这种炒烧肉的做法跟之前我们用酱油三件套熬的区别比较大 优点是可以节约这种酱汁 还可以增加汤头的甜味 这样汤头继续保持中火煮两年五个小时 主要是为了日本白汤拉面的三个经典过程 特别是风味物质的溶解 脂肪的乳化和骨骼等结体组织的分解 然后再加入胡萝卜大葱的葱绿 切成两半的整蒜 然后继续煮一个小时 最后加入洋葱和大米 再煮一个小时 这些都是为了增加香味甜度和粘稠度 总共煮七个小时 需要注意的是在最后阶段 搅拌的时候要时刻注意 否则就会得到一锅 湖底的高汤 所以这锅高汤的话 我实际做了两遍 第二遍没放叉烧 对比两次汤头的话 可以明显尝出来 第一次的汤头更鲜甜 鸡全腿去骨然后捆绑起来 这是鸡肉叉烧 中火煎到两面金黄 然后放入味苹 酱油清酒放进汤 煮二十分钟左右 鸡蛋待可煮六分钟 去皮 然后放入一半的煮鸡腿肉的酱汁 然后再加入沐浴花 腌制锅叶 这个就是拉面的糖心蛋 另一半的酱汁中 加入洋葱 胡萝卜和苹果 一起打成果蔬汁 然后倒入猪肉和鸡肉的叉烧中 腌制油液 这种方法我称之为强威加密具叉烧法 主要是通过增加叉烧中的清新果树的甜味来降低拉面的油腻感 做好的叉烧切片在上桌前直接用喷枪制烤就可以了 下面做拉面的调味油 猪油混合猪油 加入洋葱和大葱白 炸金黄就可以了 一个煎一碗的葱油就完成了 日式拉面的酱汁有盐味味增和酱油三种类型 我们今天做盐味酱汁 其实说白了就是海鲜的盐味底汤 锅中放入煎鱼片 汤用昆布水干香菇 水开之后撇去浮沫 煮10到15分钟 加入海藻葱 然后煮一分钟 在酱汁当中再混入这个喜马拉雅红盐 其实在日本的话 更多会用一种蒙古国产的矿盐 这个我是真买不到 做煮面放入盐味酱汁 葱油拉面汤底叉烧 糖心蛋还有各种配菜 说实话 这个叉烧真的是 猪肉经过慢炖它的香味才能出来 但是慢炖的猪肉往往又比较容易腻 这种果蔬的腌制可以非常好提成口味 尤其是在拉面汤底普遍比较油的情况下 就是完美的猪肉香 加上清奇的水果风味 基本可以提到以前测评过的任何一家店铺 可能稍有点遗憾的就是 应该用更瘦的后腿来做 汤头的话还是很浓郁的 甜味比第一锅差了一点 那种由猪肉分解产生的氨基酸甜味 跟白糖的甜味还是区别比较大的 需要说明的一点 是我在使用剩余的拉面汤底做蘸面的时候 非常非常意外的破解了日本拉面之神的原主炸面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赞 可能它出来的就会早一点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可能要等久一点 因为我计划去挑战北京烤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